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你要用你自身的魅力把他们吸引过来 我知道很多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总觉得我要去追 我要去追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 真的好的东西不是你追来的 而是以你自身的魅力所吸引过来的 就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情感节目里面都在说一些 我怎么去给予这个男生情感需求 去满足他的那些需求来吸引他 而且很多人会去看很多的星座 或者是研究对方 去想对方在想什么 你怎么去回应他 这个信息该怎么写 其实这种真的就是在减少你自己的魅力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是你真的是想要得到某一个人 你一定要有轻松的心态 就是所谓的松弛感 然后呢你就得做你自己 你不要去迎合去讨好 去想对方喜欢什么 去说那些话 而就是做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做好了 你自己的身上是一直在放光芒 放光彩的 你根本就不用去琢磨 对方在想什么 对方是不是喜欢你 因为你就得做自己 你越是在那边挺紧张的状态 一直在希望 哎呀我要 万一我说错了这句话 我说的这点话 或者我做的这些事 对方会不会喜欢 会不会觉得就被烦到了 就不理我了 那就随他去好了 你就是在恋爱当中 在任何的一段友谊当中 你不要去讨好 你就做你自己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都一样的 你不要去琢磨 对方到底喜欢什么 去迎合 你就做你自己 因为两个人如果能走到最后 无论是恋爱还是好朋友 你一定就是做你自己的状态 你看很多的友谊 会来得比较轻松 就没那么揪心 为什么 因为你就在做你自己 无论是你跟某一个闺蜜也好 还是跟哪个蓝眼也好 或者是哪个哥们儿 男人之间的关系也好 都是一样的 你就做了你自己 你就是一个轻松的状态 你不渴求 你不要在任何关系当中 去扭扭捏捏 然后去很多的渴求 就是像好朋友也一样 你就说一段友谊吧 我今天请你吃饭 我今天我们出去 或者你要什么事情 我帮你忙 你就以这种心态 去谈恋爱的话 你就不会错 你不要去期待太多 不是说我今天 我请你吃饭 那么我就一定期待 你得请回我 那么这样的友谊 也不会长久下去的 那么如果对方 没有请回你的 那么你就心里在想 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 老师我请客 就是在任何的付出当中 你就是愿意 我心甘情愿地去付出 我心甘情愿对这个人好 我愿意 我乐意 但是你不用去期待过多 他一定会给你回复什么 如果你期待太多了 这就成为一种讨好了 我有付出 那么你必定要回 回我什么东西 我请这个女生吃饭 我带她去旅行 我付了这个酒店的钱 我付了旅行的钱 那么他一定要回馈我什么 你不用去想那么多 不用去期待更多付出 就是爱 就是友情友谊 就是那份感情 我愿意 因为你付得起 你越是愿意付出的这一方 你在任何的情感关系当中 你都是主控方 然后说到情感需求 你不用去刻意地去填满 我这个男人需要安慰 他需要聆听 需要怎么样 或这个女生需要怎么样 当然男人跟女人之间 又有点不同 因为女人都是一个情感 希望去倾诉啊什么 那么这也是你愿意 去倾听去聆听 然后再说一个 就是松弛感 松弛感呢 就是说你不用去想那么多 就任何一段关系当中 就是你遇到一个朋友 你们聊得来 你会想吗 我跟这个人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我五年十年之后 会不会跟他还是 保持非常好的友谊 你肯定不会有那么一段期待 那就你没有这样一个想这个后果 你会跟他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就是松弛的 你就是做你自己非常松弛感的 而有些男人和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尤其是女人 他会就是 老是会想我这个人 我跟这个人谈恋爱会有什么结果 我会不会跟他走到婚姻 跟他建立一个家庭 你越是把这种东西都预想的更多 那么你就不会去很 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这个过程 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缘分的东西 也是命理安排好的东西 你就有这样一份松弛感在那边 不要去设想一定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跟男人去主动去骑 或你跟女人主动去骑 尤其是跟男人女生 去跟男人一起去骑 将来五年之后一起买房子 一起结婚 结了婚生孩子 怎么样 你把这个预设都弄了太多了 男人就更容易下头 他就一眼看到底了 一眼看到五年十年之后 跟你在一起 那么就非常的无聊 所以女人跟男人在一起的情感关系当中 你就是得松弛 你就是不要去预想太多 就是let it be 你就是enjoy the moment 以后那就走下去好了 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越是这样 男人越会对你上头 你越是这样 女人更会对你上头 而且就是再说到关系里面 联系不联系这种 真的就不用天天去联系的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里面 就是我心里有你 你心里有我 就要就像好朋友一样 你天天 也不会天天发信息 天天打电话 天天见面吧 就是保持你自己的一个边界感 有你自己的空间 做你自己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不要一谈恋爱就觉得 我天天希望这个男生 跟我早安晚安 我天天希望他跟我发信息聊天 这是非常无聊的 你天天聊天天聊 你这话题都聊完了 你见面还聊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注重就是在一起 见面频率也好 也不要经常见面 就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话 就是你一定不要住在一起 不要去同居 除非是真的是想要结婚了 那么你说是试婚状态 已经订婚了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 就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不要及时住在一起 你一定得有自己的空间 你整天这样吃喝拉萨在一起的话 早就下头了 绝对不会跟你再走入婚姻 再跟你什么求婚之类 大多数都不会 除非是对方手上确实没人 所以说你们这个状态 一定得自己调整好 一定是永远是保持 自己的生活状态 一个独立的 一直给自己充电的 你有你自己的朋友圈 你自己的工作 千万不要什么都融在一起 也就是所谓的迷失了你自己 什么都跟着某一个异性去转 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因为我现在呢 想开始做一些情感分享类的 一些想法 一些话题 可以适合朋友们 就是打开 YouTube就直接可以听 也不用看视频之类的 就像电台类的节目 非常欢迎 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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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